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集中在一个他到底是什么人 发现了他至少大概有40支枪 那杀人的枪呢 我看到现在没有人去 警察没有明确说 我没有看那新闻说明确说 他用了什么枪 但在应该是在美国之音的报道上 他提出来他说是用机关枪扫射 那机关枪扫射那比较合情合理了 就是说他的射程距离很远 相当远 AK-47呢 我能了解到应该打不到 打不到那么远 而且他杀伤力太大 588人 死伤588人 那他的 他的打出来子弹 那肯定得上千了 对吧 说1000 2000 3000 我觉得一他的他的死亡率 就是说他屠杀的比例太高了 明天应该是川普可能会到拉斯维加斯去 那这件事情大家都集中在是什么人身上 因为从表面的角度来讲 他是一个最普通的美国人 比较富裕 说是有两个游艇 那比较富裕 那有条件 什么生活这些都不是问题 他弟弟讲 他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没有自己宗教信仰 那就变成无神论了 当然他弟弟也说 他从来没想过 他的哥哥会做出这种事情 也没想过 他哥哥会有这么多枪支 调查上挖出了他的父亲 他父亲曾经是FBI的一个 在全美国境内进行通缉的十大嫌犯之一 他父亲抢过银行 那潜逃从越狱出来 竟然十年没有抓到他 就说他父亲蛮聪明的 那而他自己比较好赌博 喜欢玩 我今天偶尔听了那么一句 不太确认 说他每天赌博的数量到一万块钱 大概是 那应该讲这是 个人的财富来讲 是比较生活上相当舒适的 你可以这么讲 没有信仰生活上舒适 没有钱财的问题 有着丰富的退休生活 因为两个游艇 你只能这么来看了 那什么原因促成他去杀人 到做节目的时候还没有看到 昨天期节目有朋友留言 说我想过 美国人开枪 陶哥一定把他跟中共的邪恶连在一起 那果真果不其然 他是连在一起 但是呢 我能猜 他说他能猜到 但是呢 还是还能接受吧 就是说 看十套节目还能接受 但里面当然有着一种 调侃的味道 有一种说法 我个人觉得蛮特别的 也有了一种 多少有一种谈不上来的味道 为什么 我们能跟大家分享的概念 我只不过是跟大家分享一个 一个人的生命两个层面 那今天太多的人都以人的单纯利益的层面去分析 对吧 政治层面 甚至包括宗教层面 因为宗教已经变成了人的生活中的文化的一种表现 但我个人没有那样 我个人是说 从真实的活生生的生命的角度去看 我相信这是我们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有些朋友能接受 有些朋友不能接受 包括其实在社交媒体中 有些支持我的朋友 也不一定接受 这个我觉得 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大 我说问题不大的原因是指 这是一个生命理念的问题 对吧 可能看很多年的 看我节目很多年的人也没有 也不一定接受 昨天我在推特上发了个推 争议蛮大的 我没想到争议蛮大的 我转的是人家别人的一篇文章提到的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我就讲了 《道德经》收笔之言 收笔之言 应该是最后的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然后他下面就讲了 善者不变 变者不善 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的第八十一章 原文说 信言不美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者不变 变者不善 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 我没想到引起那么大的争论 比较梗的就是 有人说 你看得懂吗 说我看得懂吗 你看懂看不懂 你在这下摆我 有的是说 这句话说的不对 善者不变 很多道理越变越明 很多道理越变越明 人善有人欺 马善有人欺 所以善者不变是不对的 必须要变 因为面对有些人的邪恶 或者怎么样 我只是针对说 刚才说了 有些人发表自己的看法 大家彼此还有争论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道德经》 这一段 我也第一次看到 这个善者不变 变者不善 这个说法 原来听说过 那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它的出处 所以我只是用我很朴素的认识 跟大家解释 我眼中的《道德经》的收笔之言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圣人 今天被称为圣人的 其实 苏格拉底 我们只能找了苏格拉底 孔子 孔圣人 那 释迦牟尼佛 摩西 那我们看到都是 历史上的这些人 而且是历史上 两千多年前 两千五百年三千年前 这些人讲 对吧 我那天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 我说这个 江太公 公元前三 对不起 不是公元前 现在 算起三千一百年到三千三百年 你查一下摩西 从现在算起三千三百年 你查一下苏格拉底 从现在算起三千一百年 三千年或者两千九百年 或者三千一百年 同时代出现在三个地域当中 那我们看到风神演义 那是中国的中原地区 对吧 就是中国的中原地区 那希腊古文化 苏格拉底 被称为是欧洲文明的起点 那摩西呢 那都不用讲了 摩西就成为了现在 基督教 天主教也好 那是旧约中的圣人 对吧 圣人知道 那当初老子 道德经 在老子在写道德经之前 一千多年前 就是风神演义的时候 原始天尊 都得尊重老子 因为他是大师兄 他是大师兄 老子说了 圣人知道 为而不争 为是做事情 不争 不做任何争持 这个争 那你可以叫争论 争持讨论 teamwork 团队精神 你怎么说都成 对吧 为是自己在做 争 争是跟别人发出 发生了冲突 为而不争 同样有包含着 从个体角 因为肚体 因为争取胜利 因为得到 而去争取什么 奋斗什么 努力什么 都在其中 圣人知道 为而不争 我以为 我以为 他是对个体而言 一个个人的行为 所以应该很可能 更多的成分 如果我能理解到 更多的成分 是指 就是为而不争 叫做而不求 有着共同的道理 在其中 不求任何结果 不求任何名分 不求任何利益 不求任何得到 那可能朋友就说了 胡说 他们分而不争 那他活着干嘛 还为而不争 那他坐着干嘛 是 那人如果活着的话 他就得 他就得是一种 行为上的表达吧 就是这哥们整天 坐在那儿 他也算是一种 有为的方式 躺在那儿 他也是有为的方式 闭着眼睛 做梦 他也是有为的方式 如果他不是有为的话 你为什么瞪着眼睛 说做梦你做不了啊 为什么想睡觉 你老失眠呢 他把抬杠 对不对 这是人的生存方式 所以当人有了 生存方式的时候 那你活着就是个人 除非你嘎嘎死 对吧 所以他人的生存方式 他既然自然就会出现在 出现在这个吃喝拉撒睡上 他这里说的 为而不争 我能理解到就是 他不会求得任何结果 他就是一个生命过程 我觉得圣人知道 为而不争 已经从换个角度来讲 不过外乎是我跟大家解释过的 时间是个神 因为我们永远不能拿回 我们失去的那一分钟 当他永远不会停留的时候 永远不会得到的时候 任何的争取 都被陷落在 时间控制着人的利益中 你的欲望中 你的朋友说 你又来这套 就这点事 就这点事就说不清楚 人活着在我眼睛里就这么简单 打嗝放屁八戒嘴 吃喝拉撒睡 欲望的积累 与欲望的放纵 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 无法抑制的原因 一个女人满足不了 一个男人也满足不了别人 变着方都说要满足别人 为了达到自己的需求 有的是吧 就像我说的 做不到义做不到钟 就是金瓶梅 到肉朴团那就更恶心了 谁都知道他恶心 但谁都在做 就这么点事吗 所以人讲圣人之道 在超越他 为而不争 他做而不求 那圣人也娶妻生子 对不对 他叫做而不求 我朋友有留言说 还说自己有修为 有修行 他还吃肉 师父讲过这个道理 说其实那个 那是后来庙里说的事情 不是原话 对不起 那是后来庙里定的规矩 因为当年 就怕人有执着心 就是有求了 不是为而不争了 是做什么都是有目的了 那就不好了 吃肉是一样的 对不起 都不是原话 我只能说我理解的 这个必须我们深清说明白 师父当时讲过 说释迦牟尼佛刚出来传法的时候 那时候没那么多饭 他们只能要饭 能要素的来吗 他要不一定要素的 对不对 碰上打猎的地方 他就是有肉了 所以不是说吃肉就怎么样 而是想吃肉的心 当时师父还在讲解中 还讲解了说 真正吃荤 是葱姜蒜这些有味的 是因为人家 圣迦牟尼佛传的弟子 都要打坐 要尽心实修 但是葱姜蒜吃完就有味吧 很多中国人吃完蒜打骂 炉上溜子 哎呀我天真高兴 夸给你哥们寻导了 有的是 有的是 对不对 那你乐 不吃蒜味味道不厚 所以他讲的是那么个道理 那当时师父讲解过 说吃肉呢 其实就是后来寺院里定了规矩 都这么定下来了 结果那佛教里就都不许吃肉了 它其实是指人要去掉这个心 我以为就是那个人 一个刀刃去掉人的心 去掉人的心方为圣人 没有不去掉人心何为圣人 就是生命的境界 所以 那个朋友说你吃肉了 你就不是 那我也没进庙里 对不对 老子讲道德经 他就是道家 释迦摩尼佛讲的金刚经 那他就是佛教 你说非说他们俩打起来 他否定他 他否定他 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每一条路都有它的理由 每一条路都有它的局限 是不是这道理 就像我说那天我说天象的 我说天象这个 哦不对 文象这个字太大 还白货傻帽 还文象 文象语法不通 文言文里一个字一个点 再一个字又一个点 出俩字一个句号 再出仨字改一行 那你家是文法吗 哎 真是 真是 对 就是这个道理一样的 所以吃肉当时师父讲得很清楚 就是 我能理解到的 就是欲望 那吃肉不吃肉 是为了去掉人的欲望 第一个 第二个 庙里边 他不让吃肉 是他庙里的事情 庙里的不吃肉 不能阻碍任何其他门派的修炼 是这道理 所以 我觉得都是一种 其实真正的能修为的东西 就是一个忍 就是一个刀去掉一个心 但是 不同的师父讲述着不同的法理 不同的师父本身有着他 同样有着他 至高的不同的境界 所以这是我说 即使你想修行的话 你也要懂得 就像有朋友问我 天天就是天天朗 都是年轻人 涛哥能给点修炼的资料 那我就先问 你知道我修的什么吗 对不对 我师父是谁 你弄清楚了吗 弄不清楚 你就别谈这个了 就不好办 不是不谈 不好办 对吧 慢慢来 大家得有一个 起码你来我往 大家都有一个明细了 蒙是何那东西 什么年代了 靠蒙别人吃饭 什么年代了 我只能这么说 什么年代 所以这里面 回过头来 我解释半天 这里面就是这句话 他说了一个概念 圣人知道 为而不争 不带目的 不带任何目的 而在人中 做着正常的事情 但他的境界 超越于人的利益 和情感的时候 他就是圣人 而他做的事情 只是延续着 他生命的过程 当他今天 脱生成人的时候 他就要走完 他的生命过程 你从美东 从纽约到旧金山 他就得开这条路 得走 有些人在路上 就看见 看见拉斯维迪亚斯 也进去了 看见丹佛尔也进去了 走哪停哪 他得走多长时间 搞不好走着走着 都到不了了 是因为半路上 玩老虎机 给玩死那了 为什么 给挡住了呗 所以这是第一句话 那善者不变 变者不善 我估计 我们得分两集说 这家一集说不完 善者不变 变者不善 很多朋友不接受这句话 说必须得 礼仪越变越轻的 善者不变 人之初性本善 我以为 这是跟老祖宗留下这句话 三字经这句话 是对等的 善 生活在境界中 生活在真正生命的理念中 生活在善与恶之中 所以这是他善而不变 当生命存在于一种境界中 存在于善恶的生命理念中的时候 他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是正常的 自然的 一种贯穿在时间中 走到这个时间点必然产生的 就是这么回事 当他不能必然产生的过程 他是被命运所控制的 说人有轮回转世 对吧 人有轮回转世 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 脱生成人身 是积了大德的 这是我们民间说的 积了大德的人 才能脱生成人身 人之初性本善 不就对等着人的灵魂 你的原神的 你的原神的道德的积累吗 德性的积累吗 我们说过 赚钱最容易 缺德就行 满足欲望 找男朋友 找女朋友 最容易 缺德 玩命干 言王爷 整小鬼 输他一会儿 失一会儿 这句话本意是非常难听的 那你放纵欲望的就是色鬼 阴荡之鬼 对吧 吸血鬼 就是干的时候咔嚓给你吃了 哦 人老外也这么讲 所以为什么老外也这么讲 突破了文化 突破了语言吗 生命的善恶 那是超越于人中的语言 和表面的文化 那善而不变 讲的就是这么个道理 讲的人生命的来处 当你脱生成人的时候 就要珍惜他 珍惜他干嘛 珍惜他能够突破自己的欲望 不成为欲望的奴隶 从而认识自己 当你不成为欲望的奴隶的时候 眼前的一切都是美妙的 因为你珍惜他 因为这眼前的一切 明天就不存 明天就另外一回事 明天这地方温度31度 跟现在这衣服就不一样 好 所以这是我们想说 人之初性本善 与善而不变 是吻合在一起 是人积了大德了 中国的传统生命理念 那为什么叫善而不变 它就命运在其中 变 理越变越轻 推特上都是这个 这半年来的推特就说这话 理越变越轻 理人的利益中的一种说法 理越变越轻 就是强调对错 强调对错 在善恶中就会出现恶 强调自己对的时候 一再强调自己对的时候 你是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 站在利益的角度 站在人的肉欲的层面 当你善良的人去辨别的时候 你就是堕落的过程 因为从你灵魂的命运的本身 时间控制的一切的本身 转向在你利益上的追求 执着索取 对吧 你要得到 你要拥有 你要胜利 争 变就是争 争变变 争变就在这 一个活在善良的人 活在善与恶的环境中的生命 当他真正珍惜自己 生命的善良和德性的时候 他就不会争其长短 他不会辨别现实环境中 利益中的我的胜利与失败 我的道理有多准确 不会 所以就像推特上 你看那争变的人 我没跟你说 越长越凶 就不善良 早说过 人家肉都这么长 横叉着长 再长长 长差了 这样 那个胸是从他已经表现在肉上了 而他的真正的凶痕是在他眼睛里 在他的眼睛里 语言的表达 是眼睛里透露出来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而那一份胸是有着他生命内在的凶狠 所以他表达出来的语言 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也就是说 当语言上你感觉很凶狠的时候 实际他真实的生命更加凶狠 真实的那瞬间更加凶狠 所以善者不变 是指真正善良的人是境界中的生命 他不会争取人中的利益 情感 占有 放纵 一切 他不会争的 那他就没问题了 而变者不善 辩论的人 我刚才已经讲了 辩论的人 是人中所取的人 辩论的人 就是一个争辩的人 利益中的人 妒忌之中的人 欲望表达的人 一种自我情感满足的人 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 绝对自私的人 所以辩者不善 当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他自然伤害别人 他不是善良的人 伤害别人 那在他的一生命的过程中 就出现了一种对别人的污辱 出现在他的生命过程中 就出现了一段伤害他人的人 而不是生活在境界中的生命 因为当他转向到肉身与利益肉身 同在的这一面去真理的时候 就在缺德 所以善者不变 变者不善 他讲了人的生命的两面 我以为《道德经》里面就在用上 在太多的我们解释过的 我能理解到的内容中 就是让你生活在人的两面 对吧 手心如果是人的欲望 利益肉身 手背就是人的灵魂真实与永恒 表面上是手心在抓 实际没有手背的这种肩甲结构 骨头筋脉和他松弛的皮面 这个手是抓不上来的 可是人们注重利益上的一切 手掌才能抓呢 手背抓不了 所以把手掌作为主要 这是一个利益的人 欲望的人 现实中的人 实用主义者 太多词了 而他的一切的平衡 都在这个德道上 所以变者不善 就是否定了自己另外一面 否定了自己生命的真实 否定了自己生命的永远 那变者不善呢 既伤害了别人 同时伤害自己 因为在他辩论的过程中 他强调的是自己的 利益和人的肉身的一面 现在争持的一面 而自然就缺失 甚至忽略 甚至泯灭掉自己灵魂的真实 无神论 进化论 相对论都包含着其中 因为他们都用在人的道理上 他都用在人的利益道理层面上 当一用在这方面的时候 绝对化的时候 他就是邪恶的 所以为什么讲共产党邪恶 为什么讲退党退团退队 它里面真正的含义就是 变者不善就包含在其中 变者不善 变证唯物论 对吧 那天我说相对论 我说那个相生相克里 人家说你瞎扯呢 干什么 那就是辩证唯物论 就是恶的 这就是马克思最恶的地方 他把生命中的相生相克的理 却用在了人中利益上的诡辩 狡诈 阴险 乃至邪恶 而他的生命来自 却是邪恶的本身 人中 相生相克的道理 有男有女 有脸有后脑勺 有手心有手背 有自己的肉身 也有自己的灵魂 没错吧 却把相生相克的理 以人的肉身为基点 进化论 侯辩的 都是以人的肉身为基点 男的就变成绝对 男女的变成绝对的女 都为了满足肉身的欲望 在上面又反过来 用上相生相克的道理 叫辩证唯论 从而最大限度的 不负责任的 最大贪婪的辩解中 满足自己的欲望 那谁能爱谁呀 谁又不恨谁呀 谁又能满足谁呀 它的基点在欲望上 极其邪恶 这是退党退团退队 我现在能理解到的 摆脱自己的欲望 认清自己的欲望 它所带有的那种恶 从而认识自己的灵魂 因为当你秉承欲望的恶的时候 它在消耗着自己生命的道德 损害着因为积了大德 而戳成成人的德行 那去哪了 色鬼 有什么可这个呢 别都瞎扯 其实就是我说那道理 三国演绎一个意 水浒传一个钟 忠义知识去了西游记 西游记演绎出来的风神演绎 生命的至尊 不忠不忠不义者 金平梅肉谱团 满足不了 在满足自己的欲望中 又满足不了 从而纷争的过程中 就去了聊斋之一 鬼 魔 妖 怪 耗尽自己的德行 满足欲望的过程 就是耗尽自己的德行 脱生成人的德行 所以才出现相生相克的 报应的米 孙政才相生相克报应的礼 今天有两篇文章提到他 说孙政才彻底完蛋了 那到底清扫遗毒会扫到谁 这个篇文章 他说一定清扫到孙政才的伯乐们 你说伯乐们是谁 孙政才彻底完完了 那清理遗毒会迫及到谁 他说孙政才被创开 松交司法 政治世主 彻底完蛋 那大规模的清扫 清扫孙政才 那遗毒在党内迅速展开 那他提出的疑问就是说 那好咯 那这样的遗毒 将清理到谁 这个是这么回事 十九大代表 我们看二十九号 九月二十九号 清理到重庆的 重庆的五个常委都被干掉 大概牵扯到十几个官 五个常委中比较瞩目的就是 组织部长女的曾庆红 我们说过好几回的 孙政才跟一般的省委书记不同 政治明星 权势高高在上 也正应为此 所以他的政治遗毒甚广 更重要的是 孙政才过去一段时间里 为接班做准备 自己开始物色人马 寻找班底 建立自己的山头派系 所以如何从组织路线上 清除孙政才的嫡系 成为当局今后一段时间的 重中之重 那他这个说就比较特别了 我们在节目中 有些节目中 讲了我说孙政才可能涉嫌到政变 那涉嫌到政变是跟 房峰奎张扬有关 那我们知道十九大的代表的这个清查小组 就是审查小组组长应该是王岐山副组长 是栗战书 到了29号被砍掉的人 突然还被砍掉的人一定是被王岐山他们砍掉的 被砍掉的包括三个中将 那包括公安部的什么政治政治什么系的主任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电信的老板 那这些都非常再加上重庆人 这些人都非常明确的是江泽民派系的人 非常明确 谁砍掉王岐山栗战书砍掉了 特别是三个中将 再加上房峰奎张扬 所以军队中的兵变已经成为似乎成为事实 而兵变一定轰托着政治明星 那作为孙政才 我们说过他已经在这个期间 他一直是作为接班人出现的 张德江举荐 那他的经历呢 是经历过吉林北京农业部 对不对 农业部我们看到了江泽民的 应该是江泽民的妹妹 而在北京看到的是刘琦跟贾庆林 所以在他的周围 一直是江家人马的人 一直是江家人马的人 那他敢寻求班底 也就是说他已经从他在2012年11月份进入重庆之后 就已经建立自己的班底 那他是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 政治局常委员中最年轻的 25个人之外其他人都会派他马屁 包括这25个人里面的也有人会派他马屁的 因为跟他不可同日而语 他是希望 他是未来 他是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一个接班人 江泽民定 薄熙来再怎么厉害 薄熙来出现了五年的空挡 那孙政才是现实环境中的人 在7月13号14号被砍下来之前 没人知道他出事 就是说他没事 没事是什么 习近平王岐山不敢动他 那在这个时间里面之前 将近五年来 他自然有他的整套人马 所以说他政变是完全成立的 对吧 说他政变是完全成立的 那你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他 那也就没什么可讲的了 中央公布孙政才双开之后 他曾经工作过的重庆 吉林北京农业部 先后发表声明 支持中央决定 他说重庆更加果断 将孙政才当时期当选的 多名十九大代表拉下来 迅速撤换掉重庆市委的组织部长 等关键岗位 组织部长就刚才说的 女的曾庆红 吉林批判孙政才 叫一心只为升官 这话说的 谁不是 谁不是 在官场不言官 那你干嘛 没事你 闲的 有病啊 哦 所以就 其实我说的意思就是 吉林不知道该怎么 不知道怎么批他 因为他死了 就得摘清我 他没死 我就得贴着他 这就是今天 在中共体制当中的两面人的 必须做到 北京要求官员与孙政才划清界限 曾经有过上下级关系的人 都要说清楚 这最惨 北京要求官员与孙政才划清界限 言外之意 北京在与孙政才相关的官员中 个个都是被怀疑对象 那北京市 应该蔡京 蔡京这么说 蔡京是蔡奇 老共情是蔡京 那如果是他这个角度 这么去讲的话 那也就会促成 北京市的相当一部分人 都会有危险 都会有危险 那划清界限 被要求划清界限 也就成为了 孙政才当年在北京的影响力 可见一斑 那原因就是 当他从北京出来之后 他是顺义的 从北京出来之后 然后反过来又升为政治局委员的话 那现实的北京的官 他的老部下 一定会尽可能的跟他保持联系 因为那不可同日而语了 对吧 他是接班人类 王储类 那不可同日而语 王储 那作为孙政才 会经常往来于北京和重庆 家里不用开火的 这都是 就说这意思 家里不用开火 就是说 当他有机会到北 只要他到北京开会 就是北京的金官 跟他能够保持联系的金官 能够进取上位的机会 这是官场生意场 人们 大家能够看到的 就这么回事 对吧 按照中共过去五年以来 人们划清界限遗毒的做法 当年孙政才被 当年孙政才主政期间 被孙政才点名提拔的 超常规提拔的官员 或者向孙政才写过效忠信的 表示过忠信的 都属于孙政才的遗毒 那死了 我刚才说的是一部分 那北京的官 农业部的官 吉林的官 和重庆的官 对吧 被点名提拔了 就会全完蛋 这是没错的 必然全面彻底的 干净的扫清 不留任何死角 这不留死角 是人家画引号 就是说 要大清洗 因为这些都是孙政才的势力 是他的山头 对吧 是他的势力 是他的山头 所以那这个设立面就太广了 因为孙政才在上面待了五年 而他的 而他的被 他的提拔 就是他的伯乐 有着中共所归的方向 张德江的提拔 曾庆红的提拔 都在其中了 孙政才主政过的吉林 为例 九个地级市中 有四个 吉林 长白 通话 四平 吉林 白山 通话的市委书记都已经被调查 那这个意思他就讲得很清楚了 当他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 这些事迹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些曾经跟他有过关系的人 能够搭上线 有他手里电话电话号码的人 一定变成范儿的巴基塔 那这个四个市委书记已经完了 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孙政才提拔重用的 中共政治斗争向来都是果断彻底 严防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永远烧不尽 永远春风吹有声 习近平如果保党 习近平反腐中保党的话 今天被他提拔的人 就是明天后来上来的人 将彻底铲除掉 一定的 所以当你今天把别人打下去的时候 别人就会把你打下去 对不对 和平跟王立军之间的关系 王立军跟他前任之间的关系 完全一样 完完全全一样 对吧 所以谈不上 这是中共党的体制中的邪恶 这是中共党的体制中的灭绝人性 除了清理孙政才的余党之外 还要问责孙政才的伯乐 这是关键 他的余党都比他小 他的伯乐可是比他大 就是今天习近平面对的元老们 按照中央公布的情况 孙政才严重违纪案 是十个必须 条条都犯法 七个有知 样样都沾沾的 典型的案子 最腐败 最贪婪 最不可要 最邪恶透顶 最通奸到底的官员 中共官员 那他说 吉林省委提出 孙政才在吉林期间 不顾吉林事业发展 严重破坏了吉林的政治生态 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这事麻烦了 这吉林点了炮了 他在吉林都这么恶劣的话 那谁把他从吉林提拔上去 所以吉林点了 孙政才伯乐老干部们的炮 中共党内斗争是极其险恶的 他说但是问题出来了 恶计斑斑的人 为何能够提拔为政治接班人 一路平步青云呢 没错 前面的铺垫 所以我说吉林给点了炮 吉林的目标 去点了孙政才背后的人炮 当年谁发现的孙政才 谁提拔孙政才进入政治局的 中央组织部 中央纪委又是怎么调查审核的 诸如此类问题 说明孙政才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 当年谁发现孙政才 孙政才在北京 那我们刚才说了 贾庆林的秘书 那这个这个这个叫叫什么 刘什么 北京市委书记 他的搭档 然后转到吉林 那从北京市的副手转到吉林任正手 那这里贾庆林脱不了干系 对吧 刘齐 对 北京市委书记刘齐脱不了干系 贾庆林原来政治局常委 刘齐原来的政治局委员 然后说了 又是谁提名孙政才进入政治局的 张德江 张德江提名 作为当时接替薄熙来的重庆市委书记 张德江提名孙政才 进入这个重庆 重庆作为直辖市委书记 直接进入政治局 张德江首当其出 对不对 而张德江的提出 有着曾庆红的背书 有着曾庆红的背书 这就孙政才来的 那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 又是怎么调查考核的 中纪委当时是这个 薄熙来的对手 贺国强 中组部当时忘了 那中组部呢 我们知道曾庆红当时渗透的力量最大 所以你都可以看到曾庆红 张德江 贾庆林 刘奇 那当这些人 这么多人凑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看到是江泽民 曾庆红的打败 江泽民 曾庆红 对吧 所以他不是一个个人问题 他是背后着有着一大批的政治势力 企图将他送上最高层代表他们的利益 孙政才代表了江泽民曾庆红的势力 这个势力成为了江泽民孙政才的伯乐 从而变成了习近平无力抗争 而这个孙政才是为了代替习近平而出现 代替了中共党内整体的势力 所以仅仅清理孙政才的遗毒是不够的 要深挖孙政才腐败案件背后的毒源和制住性失职的责任 将那些孙政才的伯乐们拿出来 这句话就厉害了 这里提到了毒源 那就是江泽民 曾庆红 制住性失职 共产党的用人制度 共产党的官场制度 要把他们揪出来 所以这篇文章是香港的东方日报写的 19大临近 整体工作重心放在如何开会上 消毒问责工作要跨越19大 延续到明年后年 当局可以以此证明 不论谁担任中纪委书记 反腐不会停歇的 这句话立刻就怂了 前面那都好 最后这句话怂了 这哪里是什么中纪委书记的问题 这是中国共产党体制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邪恶的问题 这是江泽民一手留下来的问题 所以习近平拿掉孙政才 打的是江泽民曾庆红 可是重一时间 法广另外一篇文章 拐弯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 虽然是法广的 结果它引述的是明报的一篇评论 评论版 它说评论版刊登了告别 告别式文章 我不明白它什么叫评论版 张贴的叫告别式文章 而写这篇文章的人呢 叫做潘小涛 小涛 小涛 叫石涛的曹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中纪委的报告说 孙政才呢 慵懒无为 腐化堕落 搞全色交易 他自己 潘小涛认为这话不合适 这潘小涛是替孙政才说 提话 他说牵强俯会 为什么 几年里 中国经济的表现一般 但是在这表现一般的经济基础上 2014年以来 连续三年 高居各省市增长率之冠的 就是孙政才控制下的重庆 这话说的 所以你怎么能说 孙政才叫慵懒无为呢 慵懒无为的孙政才 怎么能够使得重庆 连续三年是各省市第一呢 这个人说的没错吧 这里问题出来了 这里问题出来了 慵懒无为 潘小涛讲的 是经济上的增长 人说拿钱说事 拿钱说一切 没错 可是习近平 从2012年上来 特别2013年 到2017年 他没拿钱说事 管钱的人是谁 管买卖的 管家的是谁 令克强 做好了 只要维持吃饭就行了 他真正干的活是 咔咔咔咔了 反腐 人家叫 对不对 慵懒无为 人家是讲 你针对习近平 王岐山的反腐 针对薄熙来 王立军的 这个遗毒 慵懒无为 不是你挣钱上 一个手指头 就是手的一部分 他可以代表手 但他不是手 两个手指头 同样的道理 对不对 所有的手都拿出来 它是手吗 你看见手心 没看见手背 看见手背 没看见手心 真正你想看全这个手 你得从中间劈开它 那你手要从中间劈开它 就不是手了 这就是人的生命的特点 它的最大的局限性 相互相生相克 相互对应 当你去默示它的局限性 而你根本没有能力去面对它 相生相克的局限性的时候 你讲出来话 不仅是老外 就是带有绝对性的 自我的 因为你不是在生命中 你是在利益中 你就是最大的缺失 置地有生的 对自我的巨大的欺骗 说你看见手了吧 看见了 哥们就跟我辩论上了 辩者要轻嘛 对不对 嘎嘎嘎 玩并说我这手蚊怎么长的 我就开始说胡说八道 我看见都是 这边手长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有鸡脚尬蓝的 什么都有 俩就开始打 你那部队 你这部队 你这部队 明白的人在边上一看 说他们俩喝了 没喝 说喝完了喝完就没事了 为什么 酒后吐中年 喝完他就知道 这手可以翻过来 感情手 我看了这边没看这边 有病 你乐 在人中利益中的人 就是这么在处理事情 还辩者自清 还辩者自清 所以这里我觉得 这个潘晓涛的讲法 是太片面了 根本没明白 习近平王岐山 为什么给他治内罪 潘晓涛又提到说 过去一年多 有多篇文章 称许重庆的发展 习近平李克强 在去年 今年都赞扬了重庆的经济 指出这都不应该是一个 慵懒无为的 一把手能做出来的成绩 而真正的原因 是孙的储君的身份 你看 你可以这么分析了 对不对 今天的中共党内的生活 就是你死我活的 你死我活的东西 永远让 而强调的又是进化论 和无神论的 你任何的功绩 扭过脸来 就是你死去的理由 当你去替他说 这个对和不对的时候 你也是死中了 这不就变相出 揭示出 谁保中共 谁都会死在其中吗 不是你乐意不乐意的 谁保中共 都会死在其中的 孙政才跟胡春华 被隔代指定接班人 那等于是 剥去了习近平 指定接班人的权利 对强势的习近平 产生了巨大的伤害 还有这么说的 习近平不想要接班人 他说的是 这样做的话 变成习近平 指定不了接班人 你这东西就是 有说猴是猴的 有说猴是圆的 有说猴是金丝猴的 他老加点东西 胡春华是胡锦涛立举的 而孙政才的后台 是温家宝第一次听说 温家宝的势力大不如前 所以根据 他说他的根据地是天津官场 已经完全失去了 第一次听到这么说 后来他提到别的人 在我眼睛里是胡说 为什么 温家宝在2012年10月27号 纽约时报的大卫章 提到温家宝家族的赚钱问题 主要他儿子 而当时 后来来 后来去了纽约时报的 这个这个傅财德 大家肯定都知道了 因为郭文贵的事 肯定知道 谁是傅财德了 傅财德当年2012年 是在彭博通讯社 彭博通讯社 傅财德 05年 06年的时候 04年 是驻北京的首席记者 大卫章 在同时间 是驻上海的首席记者 两个人 所在北京 中国的时间 正好是江泽民 曾庆红的势力 在鼎盛的时候 周永康的 周永康的政法委书记 是政法沙皇的年代 而正是这两个人 在2017年 傅财德在彭博社 6月27号写 6月20几号写的文章 打击习近平家族 那大卫章是10月27号 在纽约时报写的文章 打击温家宝 真正被打击的 就这两个人 真正被打击的 就这两个人 习近平闷下葫芦不说话 到了2012年9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甚至不上班 完全不出声 对吧 当时他有实力 他的实力就是他的身份 就是曾庆红换不了别人了 但是他说话 他就会被人家找着借口 砍死他 原因 是2012年 薄熙来出事之后 王岐山出事之后 习近平已经知道 这些人要害他了 知道真相的习近平 只能闷不作声 而同样状况的 温家宝没有 温家宝 闷不住声了 在2012年3月 11月3号2号的时候 发表声明说 纽约时报诬告他 温家宝要告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的老板 在第一时间回复 说我们的调查都是 有根脉 有来有去的 我们不怕权势 你敢告 我就敢弄你 然后同年给大卫章 叫美国的媒体的讲望 给了普利策讲 就因为这篇文章报道 给了他普利策讲 温家宝就没敢告 而我们在那个时候 已经跟大家说了 温家宝自己孤身一人 作为中共的总理 竟然孤身一人 以家庭的名义 要告纽约时报 说明温家宝的势力 完全崩溃了 所以在当年 跟温家宝相关的汪洋 李源潮 还有一个人我忘了 遭遇了滑铁炉 主要是温家 没有汪洋 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 李源潮也是 他们是一种改革派 所谓国 中共政坛中的 改革派的象征 那当时的汪洋 主要是处理乌侃那件事情 跟胡春华后来处理乌坎 完全是反的 所以当时的温家宝 已经没有能力 已经失事 那个时候 孙政才还没到重庆里 孙政才是十八大之后去的重庆 哪能贪成这么一麻的呢 所以咱也不知道 这潘晓涛怎么想的 总是反正说出的话 不吓死一大堆 那也没意思 对吧 所以这里根本没有什么 摊上温家宝的事 他另外一方面 孙政才被双开重庆三天批评他的文章 昨天表示忠心 说坚定自觉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具体体现 说孙政才是当太平关做两面人 肃清孙政才的恶劣影响 真抓实干当前的各项工作 绝不能出现站着位子混日子 我觉得这些都无所谓了 他说了跟当时薄熙来落马时情况差不多 那他能怎么样 这是中共党的体系呢 这是中共党的完全的背景之下出现场面 对吧 所以在我眼睛里 这篇民报的报道 评论文章 远远差过刚才那篇东方日报 东方日报的背景呢 比较特别 那东方日报的这个说法呢 代表着某种意思 但没有多确切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